说到交通安全呢 来关心的是一人这个哈林 居然是三个月已经是连续两状了 还怪说是因为路上车子太多 五号的时候 当时他开车经过市民大道 跟着机车骑士发生一点小差状 好在双方都没有事情 那么余晨庆第一时间呢 赶快拿钱跟对方呢 当下就和解了 不过事实上三个月来 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车祸 当时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载的儿子小哈利 是跟计程车发生差状 怎么会最近这么不小心呢 经纪人却说 因为路上的车子太多 太拥挤才会发生意外